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好养护的开花植物 黄金莓 黄金莓开花的颜色和它的名字一样是金黄色的 花朵形状我觉得有点像蝴蝶 开启花来颜值是很高的 观赏性也很强 放在院子里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家庭养护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开花类的植物都是喜欢光照的 黄金莓也不例外 它喜欢光照充足的养护环境 如果你是要把黄金莓养在室内 或者是光照不充足的位置 那建议呢就不要养护黄金莓了 因为你养了也不会开花 开花了状态也不好 黄金莓啊它在江这一带呢 你直接放在室外养护是能室外跃动的 黄金莓的花期是很长的 在温度合适的情况下 能连续开花大半年的时间 所以养分是必不可少的 春夏秋三个季节呢 都可以给淡磷甲均衡的复合肥 20天左右在盆土表面撒上 一到两克少 花期注意珍湿 磷甲肥 磷酸二氢甲 或者是花多多二号 按照一千倍叶兑水稀释 喷叶和灌根使用啊 有利于花芽分化 给黄金莓浇水也是很简单的 一般呢都是等盆土表面干了 就浇水浇泽浇透 当你遇到开花期的时候 浇水要注意一些 花期水分是不能少的 缺水会导致花朵伪念 影响开花性 花期的时候呢 等盆土表面干了 就及时浇透水 今天关于黄金莓的养护方法 介绍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个关注 再走吧